严格老 现在就剩你们父子二人了 你们说 周云义到底有没有后代 明家境地是明史上最有特征的皇帝 他不是正统皇子继位 上任正德皇帝玩天玩的不亦乐乎 连儿子都忘了生 驾崩之后 面临无人继承的局面 杨廷和等人 由宗亲中找到了他的堂弟 当时15岁的诸侯总 继位这位明朝史上 最聪明心眼最多的皇帝 从登基到驾崩在位45年 1566年间 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 这几年 从朝廷到民间 都面临着诸多考验 大明王朝的第一集 发生的几个事件 一一描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情景 剧中第一个镜头 是周云义常跪在地 周云义是谁 青天监监政 掌管天象 一个观天象的 为何会戴罪跪地 这时有个太监出来问话了 太监名叫冯保 冯保问周云义 最后问你一句 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啊 朝廷开支无度 官府贪慕航行行 民不了生 天怒真 周云义的回答 跟他的专业丝毫不大便 第一句话 朝廷开支无度 朝廷是谁 自然是家境皇帝 也就是他这句话说 皇帝去年所用超支了 并且超支很多 那么一个青天监的监政 怎么会知道户部应该管的事呢 所以 他这句话一说出 必然会牵连出背后的很多人 户部是谁在掌管 徐阶和高拱 而徐阶和高拱是玉王的老师 所以 周云义说的这句话言外之意 是玉王对他爹家境持家能力很不满 儿子对老子不满 这在封建皇朝是大不尽之罪 当时 家境年老体虚 多年靠炼丹服侍丹药续命 玉王对他不满 就代表着另一层想取而代之的意思 因此 暗流之下其实另有深意 周云义说完他该说的话 就被冯宝下令仗毙了 仗毙是酷刑 周云义受此刑而死 冯宝的心思很清楚了 他要用周云义的死相家境表明 他对家境忠心可表 凡涉及皇帝的事情 必回尽心为之 冯宝为什么这么尽力做打死人 给家境看的事情呢 那是因为 明朝的司礼坚权力之大 远在历朝历代之上 能在司礼坚做到执笔太监 就算是 捏着了百官的命脉 周云一死了 血依然没有降下来 家境下了罪己诏 说罪在镇宫 从正月初到十五闭门求血 血在正月十五那天终于下来了 小太监们雀跃不已 这时 冯宝又跑了出来 让他们不得宣扬 自己巴巴地跑去给皇帝报祥瑞去了 可能冯宝太想成为执笔太监 太想出人头地了 他在此时犯了大忌 越级上报 暗里冯宝看到下雪 应该报给他的顶头上司 司礼坚掌印 吕方 他却被司欲冲昏了头脑 自己上报皇帝去了 后果是皇帝的面媒见着 还被小太监们告了一桩 到此时 有必要科普一下 明朝特赦的部门司礼坚 明朝建国时期 是没有司礼坚这一设置的 从朱元璋到朱棣 都是秦政的皇帝 特别是朱棣一手亲自看大臣们的折子 一手还御驾清征了几次 朝廷的事情基本都是亲力亲为 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 却不向祖宗看齐 觉得天天早起一朝政 晚睡看折子 真不是皇帝干的活 但是 活总得有人干啊 这时就想到了 天天在他们身边陪着的太监 偏巧那阵子 正好有个叫王阵的太监 这是个狠角色 进宫之前 是在教育部门当差的 后来想谋求更高的发展 便自宫进宫当太监去了 既然他之前在教育部门 那肯定是时文断字的 皇帝大手一挥 以后大臣们的折子 你先看看 需要我批的你再转交给我 这样我的工作量就降低了 工作效率还能提高不少 后来 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后 效果很不错 皇帝就下令成立司礼坚 大臣们的折子 先经他们批了再教皇帝 这是叫批红 而司礼坚掌印太监 被人称为内向 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因此 冯保之流才 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 说到底是想掌权 剧中最精彩的一幕 是殿前一世 雪越下越大 大家都赶着给家境 道喜去了 严嵩一出场 须发皆白 慈眉善目 跟我们想象中的 奸臣形象相去甚远 吕方对严嵩说 这雪下得好啊 严嵩说的什么 这句话说明 当时朝廷国库空虚 财力不支的事实 然后吕方说了 因为周云义的事 皇上心情还是不好 亏空的事情 差不多就行了 不然倒霉的是大家 鉴于吕公公 是家境的第一心腹 这大概也是 家境希望的 差不多就行了 而家境皇帝 是在什么地方 接见他们的呢 在玉溪宫 这是他炼丹修道的地方 说明皇帝 已经长久不上朝了 大臣们到期以后 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其实 这更像是一次 年度总结大会 会议议题是 年度超支问题 吕方出面说 有哪些折子需要批的 我们私里监看过后 没有问题就给批了 吕方说完后 严嵩便发言了 先是总结了下 去年的概况 表示各种难处 但在皇上的 英明领导 和大家的实心用事 总算过来了 大家都很辛苦 但皇上是最辛苦的那个 既为国库亏空 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又奉承了皇上 这是严嵩的儿子 严世帆 跳出来说 我们力部和公部的账单 你们户部没签字 各部的开支 内阁你票的时候 你们都在场 现在却签一个部 不签一个部 你们户部到底要干什么 看到严世父子轮番轰炸 徐杰站出来说话了 不急不徐 但是说明两点 第一是 时间太仓促 户部来不及做批复 第二 不是户部不批 是账单有问题 不能批 不得不说 徐杰也算是老谋深算 先抛开自己的责任 然后再说出原因 从这里看出 徐杰是一个可以一刀致命的狠角色 后来扳倒严党 徐杰功不可没 徐杰说完高拱开始接着轰炸严世帆 高拱说年初预算和年底结算相差太多 我们户部不能批 多出来的银子户部也不会往外拿 注意 此时高拱说 除了兵部的账目能对得上 其他两部抄之太多 请严世帆那边给个说法 为什么单独拿出兵部来 因为兵部的负责人是张居正 这下 场面上立刻分为三派 一派是吕方为首的司礼监 一派是严松父子兼党 另一派是徐杰 高拱 张居正 清流派 这场辩论有理有据 有来有往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如此激烈的论辩场面 家境帝在殿后听得一清二楚 他却不急不躁 不言不语 期间还气定神闲地去了趟厕所 只是在镜头扫过一排排 各地账目清测时 他的眼神盯在浙江的账策上 之前说家境是名史上最聪明 心眼最多的皇帝 就是因为他足不出户 却能把各地各部的开支 算得一清二楚 可以说 家境年间的户部事务 户部尚书都没有家境皇帝干得好 说他心眼多是因为他执政后期 沉迷恋丹秀道 却还能执掌朝政 并把诸多朝臣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位历史上少有的帝王 少年初登基 便让当时老谋深算的杨廷和吃了扁 历经多年政治风云 早已谋略在心 对朝政胸有成竹 大家吵完了 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果 但是皇帝说了 就在大家吵得热火朝天时 玉王府却是另一番场面 玉王妃艰难缠子 玉王因为周云一只死忐忑不安 玉王世子诞生后 玉王的脸色瞬间轻松了许多 因为得孙之喜 可以化解家境的诸多疑虑 事实上 家境帝并没有化解多少疑虑 在拿出枣和栗子 得了吕方奉承后 家境皇帝说了这么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随后 家境帝平退了徐阶 高拱张居正 只留下严松父子的时候 话锋一转 注意 此时的严世帆刚想接话 揭穿清流党 却一把被老谋伸算的严松拉住 可以说 此剧开篇变点出来 日后将要面临的诸多问题 国库亏空 开支无度 改革预阻 人心不齐 东南倭寇出没 诸多问题渲染出一个 不一样的1566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栗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栗兰